掌握时间我们谈一谈这个去美元 如果观众看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中国研究院里面也提到这去美元化的问题 就是美元武器化的问题 那今天巴西总统鲁拉在北京建的这个习近平 当然他之前在访问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 在上海参加金钻银银行 也就是新开发银行的这个新的行长 就是抛出了所谓去美元化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跟巴西非常四位嘉宾也知道 中国巴西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本国货币来结算 不需要透过美元了 所以到底未来所谓鲁拉 巴西总统抛出这样的一个议题 对美元国际间去美元化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影响 盛平你可不可以先来跟我分析一下 你觉得鲁拉在这一次中国之前 抛出这个去美元化之后了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联谊作用 我觉得会 因为这个事其实已经运量很久了 包括像俄罗斯啊 这些都用人民币结算 沙特等等印度 所谓的那个金钻四国 现在叫金钻五国 那就不认识了 对他最开始了 他是06年就是没有03 06年开始正式建立的 01年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学家 他提出了这个就是金钻五国的这个概念 然后06年他们开了第一次会 所谓的那个BRICS呢 那个B呢就是巴西了 这个叫Brazil 那个R呢就是那个Russia 对吧 那个I呢就是Indian C就是China 然后呢 就是这几年前几年又加上了那个南非 就是S South African 就这么一个 这个实际上是 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呢是由美国的 一些愚蠢的举动造成的 就美国这几年呢就是滥用了他的 就金融霸权吧 他的铸币权也好 他的那个流通 就光是 去年一年吧 他就在实际上对各个国家 2500次 就是去年 而今年呢 居然到了就是3000多次 就 平均每一天大概有七次到八次的制裁 这个制裁大部分都是金融制裁 包括那些流通 那么你这样搞的结果呢 别人就对美元 一个是本来美元 他已经跟黄金不挂钩以后 他就没有那么大的信用了 他是跟石油挂钩 任何一个货币 他一定要锚在一个东西上面的 曾经他是锚在黄金上 后来是锚在黑金上 现在他对黄金已经完全失控 对黑金他也失控 因为俄罗斯也好 中东的石油也好 美国没有那样的控制了 他之所以还美元还能够有 今天这个地位呢 他是一种历史的惯性 现在随着俄罗斯战争的发生 加上你动不动就冻结别人的财产 只是别人的外貌无法进行 现在这属于金庄五国 他差不多是四分之一的这个世界的领土 差不多是一半的人口 43%的人口 如果这五个国家 他不用美元来结算 他就用本币来结算 也不一定用人民币 其实对美元的霸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这个道理跟我刚才讲的 欧洲中国和美国 本来可以形成一个三级这么一个关系 而对美国相对是有利的 也是一样的 其实美国如果一定要去做一些 他力所不得及的事的话 最后会结果会非常非常的不好 他在美元上做的同样的事 就跟他在那个政治上的霸权一样 他的金融霸权他也无法维持 而他又非想维持不可 他不愿意就这样去丢掉 结果就有了今天的局面 这个孟行 我想接下来请教你 这个掌握时间 目前为止 国际间流通来讲 美元 欧元 人民币 还有日元跟英镑 算是国际间算一些外汇储备 里面最多的 占最多的 你觉得这个鲁拉 抛出这个去美元化 你觉得可行性多大 这个可行性是绝对在双边的 就就是很容易做 贸易是可能性 贸易是非常对 我们两个自己用自己的币来 结算我们的这个 这是很这个 但是你能不能影响 作为一个流通性 主要大家都愿意持有的 作为外汇的处底啦 或者什么 这个里面第一要看货币的安全性 跟流通性 这两个 美元之所以一直有这么大的 这个 它是有这个 它有它的信用在 对不对 现在为什么美元 这个现在的问题 而是因为美元 拿美元做这个金融制裁 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所有的国际的流通 基本上都是要银行要结算的 那银行结算的话 就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叫Swift这个系统 对不对 就是大家都要把这个 彼此的这个这个标益 什么都要登记在这里头 换句话 你那个就很清楚来来龙去墨 那美元既然是作为一个 主要的结算的 这个Swift用的 承认的这个银行的 银行结算的工具的话呢 只要这个你登记在Swift上 如果Swift不帮你这个国家结算了 那你这个国家的外贸 就基本上就停掉了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是美元之所以 具有制裁这个其他国家的 这个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 这个力量的最主要来源 是是是Swift这个系统 美国在打这边 俄国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俄乌战争之前 美国再三的跟俄国讲说 我制裁你 他自己自信满满 认为最有效的工具 就是我的金融制裁 我如果金融制裁 你你的这个所有的国际贸易 都不能够都不能通行的话 你就等于你的这个 这个卢布就会崩溃 对事实上呢 如不第一刚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跌得很厉害 可是因为俄国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知道美国会这么搞 所以的话 他结果搞了一年多以来 他现在 当时他继续的还在 还穷活着 但是但是他挡过了 就是使了 然后这一个这个武器啊 这个武器在美国这个想法 本来是有效性不下于战场上的 这个这个枪炮的 可是呢 这些东西对其他的国家的话 是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你可以随便把别的国家的 这个这个外汇给他冻结起来 或者说我随时可以 透过Swift说要他们 不让你来通过这个东西来清算 那你的国家一下就等于 跟国际贸易就完全切断了 那还得了 是不是 所以美国这个搞这个这个 贸易这个金融制裁啊 以前是 一时一到一圈 非常有效 管用的不得了 尤其是对付 不要说是北韩 他本来就是很很孤立的 没关系 伊朗 伊朗的时候 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伊朗 签进那个GCPOA的那个 跟欧洲啊 等到这个不是已经说 是已经签了以后 就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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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可以跟伊朗 可以这个来往 可是美国就说 我又 不承认你们这个 结果欧洲就没办法 因为这些大的公司 如果你跟伊朗做事 你就你就你就不能透过 SWIFT来支付你的来通过 通过就清算了你知道 所以即使表面上欧洲自己成立了一个另外 就是不受SWIFT的这个这个节制的清算工具啊 没有人用 没有人敢冒这个 跟被SWIFT的动物 被SWIFT踢出在外的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的话呢 大家就越来越发现 这个SWIFT这玩意太危险了 太可怕了 可是你就是因为这样的 尤其经过恶物战争以后 哇这个这个大家就说 那我们现在不能够 如果我用本币的话 我根本就不必通过你这个SWIFT 就就可以 你就查不到我了 所以这越来越多的国家 比如说像中东的石油国家啦 什么巴西啊 这些都是有很多大宗产品的这个交易的 对不对 他们都觉得恶国这是一个切腹之痛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 要避开这个这个SWIFT交易 不可能完全避开 因为这个人已经行之旧远 大家都习惯了 而且很快 你要是要新建一个是很不 很不方便的事情 而且彼此对这个 这个可信度究竟怎么样 你的债务的这个 这个这个清偿啊什么 这些金融的问题非常非常 细所复杂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搞的 可是现在一下子 大家都起来都说 哎 你这个天下苦勤九一啊 是天下苦美的金融霸权九一 所以现在 你想马上我们下一个 就是安华 也说他要搞一个什么 亚洲的这个开发组织 就不是世界银行了 或者是国际货币组织啊 甚至是变成要搞一个亚洲 这些东西都是彼此有很深 很深刻的这个 惨痛的经验 自己的惨痛经验 我们知道 巴西啊 或者是这些国家是 第一个就是每一次所谓的要发展 然后发展就掉入了陷阱 就是永远脱不离那个叫做中等开发国家陷阱 这个所谓的依赖理论 什么是依赖理论 依赖理论就是说 因为第一世界跟这个 这个像巴西啊 墨西哥啊 根廷啊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 其他的这种 开发国家看起来都很 都已经要要欲试 都已经要跳起来 可是因为他跟第一世界的依赖关系啊 依赖的国家 这个这个 第一世界的国家可以根据他自己的需要 觉得你真正的对他有威胁的 他就用金融 用贸易 用这各种手段 用债务 用这个货币 用这些的 一下子就把你打下去了 所以你很多次啊 就是起来起来 结果美元突然一下利率增值了 或者是这个这个美元的 一下子蒸发货币啊 这些是都是美元自己做国家的 按照自己的国家的需要 可是他这一需要 你就赔展了 你就被赔在里头了 然后你几十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发展 就一下子就灰灰烟灭 在巴黎年代 在巴黎年代初期的时候 有一个是就是墨西哥的 就是大大大 就是墨西哥的那个 这个一下子就 金融就垮掉了 那个就是因为石油危机的关系造成的 原来 原来 银架子很多的钱 非常容易进来 因为他们需要你来 以银行开发发展中国 不是 以发展的国家 就是第一世界国家 有很多石油美元进来 存在着 他们必须要 带去 结果就用非常低的利率 带给你 你这些这个发展中国 你发展国家 一下子非常高兴 你就拼命的就利用 非常低的利率去发展 可是一下子 这个这个利率啊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起来了 他一下子他把利率一升高 你这些原来的这个发展的计划 就就崩下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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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垮掉了 对这种的金融的发生动荡的危机 几次 就这个就是割韭菜 所以像巴西这些就是 对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依赖性的发展 根深蒂固的痛恨的原因 所以这个鲁拉在上海讲 他说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会在想 什么时候我可以去美元 我们等下下黑地再请 请你再谈一谈 我觉得美的问题 不过国家兄你怎么样看法 有关于鲁拉这一次 所谓贸易去美元化 如果在上额组织跟金章五国 都这样用的话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趋势 国家兄 鲁拉现在这个高调的 说要去美元化 甚至用人民币来国际化 来作为支付的工具 那么这应该 一方面是他怯不知痛 但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是被中共所诱导 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共的霸权争夺战 那么中共应该是希望在这个美元的霸权上面 给美国狠狠的一击 这个现在不但是鲁拉全世界 最近几个礼拜都兴起去美元化的一个风潮 那么这个风潮应该不是个别发生的 而是有人在串联 但串联之所以成功啊 很重要是美国利用美元占尽便宜 而且是对各国过程严重的干扰 甚至是产生很大的一个心理危机 那么心理危机简单讲就是把美元武器化 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伊朗的制裁 还有SWIFT系统把一些国家踢出去 那么这个让很多国家产生危机感 特别是中东这些石油国家 他们担心你今天采取的制裁手段 哪一天是不是用到我的头上 用到我头上呢 那我是承受不起啊 所以现在这些国家产生很强的危机感 除了危机感以外呢 现在这个从南美洲 他巴西跟阿根廷已经联系起来 他们希望将来能够发行这个南美币 至少先从本国货币的交易做起 那么在中东我们刚刚讲的石油美元 那么是完全这个绑在石油上面 因为各国都要购买石油嘛 所以你用美元呢 支付是很方便的 那么所以美元是被绑定在石油上面 那么现在的中东国家 特别是沙特 是中东第一产与大国 他跟美国有石油市场的竞争 而且呢 他今天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 除了中国是他最大的石油采购国之外 未来他要产业多元化 要能源多元化 都是跟中国绑在一起 特别是他的基础建设 都是跟中国绑在一起 而沙特呢 他很可能在伊朗之后加入金砖国家 加入金砖国家之后 这个现在已经是占40%的人口 金砖国家 那未来呢 超过50%的人口 在金砖国家 那金砖国家可能就率先使用各国货币来做贸易 甚至将来迈向人民币 成为人民币国际化 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推水 那金砖国家组织是越来越重要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为什么卢拉到中国 先不到北京是到上海 因为现在金砖组织成立了一个新开发营兰 那么卢拉的这个政治伙伴 就是已经当过总统的女总统 他也担任第一任的执行长 那么这个是干什么呢 那就是要支持开发生国家各种金融需求 那么所以卢拉在这个三月就已经是 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用本国货币贸易 然后鼓吹人民币国际化取代美金 他三月就开始 在四月到了中国 然后积极这个参与到 新开发营兰的这个开展性的工作 他乐观其成 而且愿意跟中国做最紧密的一个经贸的捆绑 和对人民币股进化的支持 所以他应该也是像马克宏一样 可以满载而归 那么非洲国家一无如此 那俄罗斯更不用讲 已经70%的贸易是用人民币支付 所以现在美元的削弱 跟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同步在进行 当然美元的霸权地位还是可以维系 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因为他作为储蓄货币 作为交易的支付的工具 还是无可取代 但是美元的在国际上的分量 已经急速的下降 特别是美国将来有面对三大危机 这美元 他第一个危机就是美国政府的国债 快速的增加 快速增加 然后他发行的国债 各国的石油和购买的意愿大为下降 尤其是中国沙特跟日本 那么会使得美国国债的流动性 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很大的影响 当然就会让各国觉得 石油过多的美元资产是不利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利用美元这种全世界货币 搜刮或占尽各国的便宜 搜刮资产 这个让美国用带高乐的话讲 用0.17分的印刷费用和纸张费用 就获得各国几亿几亿的一个资产的奉献 那么这样的一个便宜是 美国占尽了这个世界各国的便宜 利用注币权利用债券的发行 然后让各国对美国做长期的奉献 然后由各国买单 美国来享用 那么这样子让各国非常非常不满 这个所以是美元的霸钱也受到产生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呢 他不断的一下加息一下降息 这造成各国的金融不稳定 你一加息像现在一样 这各国的美金流回美国去 然后呢各国的币子大扁 尤其是用美金借债的国家 对他来讲是非常吃亏的 所以一次这个 一次一次加息降息 加息降息 降息的时候 那么就利用这美元的威势 到各国去搜刮廉价资产 这也造成各国的严重的损害 所以这个第三个就是美国加息降息 来操控这种世界金融市场 对各国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所以这些原因呢加肿在一起 美元的弱化以及去美元化是必然的 而中共就利用现在全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不满 三风点火希望加速美元大权的崩盘 崩盘之后人民币可以跟他等量起关 可以分顶抗理 但是人民币有很多的弱点 第一个他是不能够自由兑换 还有外汇管制 第二个他的透明性不够 第三个呢 他的这个稳定性也不够 这种种原因人民币要取代美元了 可以说来日方场 但是呢美元的弱化必然的啊 这个美国呢 的霸权也跟这个美元的霸权呢 都同步在走啊走向下方 嗯 一会儿你怎么看待 你怎么看待这个卢拉的这个去美化 这个呃 刚才各位就谈这个谈的这个非常非常透气了 我觉得我也也也谈不去 谈不去没有更新的一个观点出来 我知道的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去美元化 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首先就是我们讲原来美元跟石油是锚定的 这个石油美元 那后来去了我们讲这个中东的大买家 转上转上中国之后呢 这一块的分量他就已经减落了啊 那那当然就是说 今年被取决监控线上更多的还是因为去年的呃 他对俄罗斯的这个所谓这个主这个主权这个我们讲 央行的这样一个储备货币他给没收了三千多三千多亿 还对于是这个俄罗斯的富豪这个财产 没收了这这次就是美元的武器化 让各国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了 非常紧绝 那么第三个因素就是美国的这样一个通货膨胀这个加息的问题 刚开始前两年是减息 那么这两年是加息 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呢 造进了其他国家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被动的这样一个适应性 所以讲这三个因素加肚在一块的话了 现在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发酵的这样一个因素 再加上我们讲鲁拉也好 加上这个沙特原来给中国的这个本皮复换也好啊 因为中国接近年 一直在跟其他国家推行这样一个本皮复换的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美去美元化了 估计可能就是在这个结算工具这方面会找的比较远一点 在储蓄就货币储蓄这方面不大可能 就是说这个也就是在这块可能比结算那块更慢 结算那么在结算这块 因为就是说就是大家都推出这个本皮复换嘛 印度来讲的这个减少就减少对这个美元的这样一个使用 那现在就要看比如讲就看这个未来这个 比如讲今年马上开金钻金钻五国啊 金钻五国如果金钻五金钻五国要破龙的话 以后把更多的国家拉入进来 那是不是会建立一个绿色于索尾特的那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讲这个支付的工具 这个因为俄罗斯基所以在在在美这个美在在美国的这样一个 我们讲这个惩罚之下他的这个卢币没有倒 当然一方面得益于他的这个这个石油啊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建立了一套这样一个支付工具 中国其实也建立了一套这个支付系统 中国俄罗斯都分别建立这个这个这个支付 但是现在加入的这个银行还不是很多 据说是中国加入中国这个支付系统的有三千多家银行 但是所谓的支付系统是一万多家银行 全是一万多家 所以说所以说所以说 所以如果说假如说金钻五国啊 如果说同意在内部建立一个建立一个支付系统 而在这个支付系统的比如讲是综合了中国 或者综合了俄罗斯 或者以中国的这样的为主的话了 那如果才来这个扩大的这个金钻五国范围之类 来用这个来用这个的支付系统的话 慢慢的他就可能就习近的退役 他就产生艺术效益 可能更多的国家就加入了 印度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导致一个撬动美元霸权的这个一个方式 那就是看这个金钻五国会不会 会不会这个产生这样一个动议啊 但是就是美元的去美元化 不等于这个人民币的能够代替美元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觉得人民币至少未来十年积累可能都代替不了 因为因为一方面是也一方面这个也中国也并非说现阶段要期待美元 中国可能落践去美元化全球的去美元化的现象 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代替不了 代替为什么讲了一方面当然就是说 你没有一个资本账户的没有没有开放的问题 还更多的就是说他甚至也知道 以中国的金融监管的这样一个水平 你如果现在这个开放金融账这个资本账户 资本管制资本账户的话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元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GDP是22万多亿美元 但是他的在全球流通的美元有80多万亿 80多万亿 那所以说你如果要成为全球支付账户 就人民币要要要你必须也全球支付账户 你也必须现在中国的GDP的17万18万亿 那你至少是不是也得30万亿 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遭到这个遭到攻击的 遭到别人的攻击 所以他现在就出于这个因素 他也不可能人民币不可能过快的 这个成为全球的这样一个所谓替代美元的这样一个角色 事实上也很难 他的主观意愿也没有 他的这个客观这个结果也做不到 虽然也简单是一步一步的走 但是中国可能是络于这样络于去棉化现成家族 不过去棉化 成为各位世卫嘉宾提到了 这是一个趋势 但是到底会怎么样的去法 这个可能还需要很多的学理跟实物上的讨论 不过接下来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